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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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极易击打向谭无欲之时 长恨无将出现挡下几招 并停止了战斗 原来谭无欲只是在试探 为的是了解心中的猜测 离去时 给了妄然一个谏言 让他了解到 个人保留的越多 有时候反而会阻碍大局的团结 情报九 事后 谭谭与侯侯讨论 经过试探 妄然与尚雀 两人修炼的武学相同 从与妄然的内力比拼中 感应到了与命君姑罗 当初要暗算谭无欲时残留下来的气息 从而推断 云广林思传的古异心法 猜测不是武学 而是防止变异成为异兽的心法 云妄然会听懂御兽说话 可能自身也将要变异 经过此事 喉喉稍微感觉 谭无欲当年受创 可能还没痊愈 情报时 会师台上 云广林说出了坚持二字 经过说明后 语文金武也愿意退让 云广林顺利当上联盟统帅 情报时一 当上统帅 随即发布一个消息命令 三天后 将举行储备统帅的资格比武选拔 优胜者 可以得到三大联盟的全部武学传授 谭谭表示 为了恭贺联盟成立 到时会送一事绝学给新任楚帅 外围观看热闹的黑衣杀手 与另一边的四月教统 也同时得知此讯息 情报时二 谭谭与侯侯离开会场后 因长恨无将说明 他相信云广林依然是当初正直的云广林 因此谭无欲对于心中的猜测 也终于有了解答 情报时三 亭自觉施展共情一法 让神道师进入到红的意识空间中 因红内心非常惊恐 所以空间非常脆弱 红更突然杀向神道师 亭自觉与神道师两人陷入绝境 眼看红要掉入深渊 神道师赶紧抓住他的手 情报时四 远方高山 新角色应芙蓉使用琴音 帮助陷入意识境中的亭自觉与神道师 更提示道极末 才顺利中断术士 避免三人一起葬命 意识境中因术士中断 神道师将回返躯体 无法抓住红 红给了神道师暗示后 随即掉入深渊 情报时五 救援红失败 亭自觉与神道师 意识回归躯体 亭自觉决定留下来帮助 经过红的提示 神道师想到久远前送给红的礼物 五应舒华 也许是救援的关键 三人于是组队前往找寻道具 情报时六 宇文精武一家回到霞蒙天下后 因红心小时候前往剑庭 就喜欢上检阅 于是宇文精武决定为他们俩办理喜事 并期望红心也可以夺得楚帅之位 情报时七 谭谭与侯侯又来拜访云广林 经过谭无欲许多试探 再加上侯侯也相信云广林 所以谭无欲与云广林坦然所有猜测 情报时八 谭谭推测云广林全部谋划 也许是出自爱子之心 可能云望然将变异成为御兽 所以才精心安排三方联盟 并举行楚帅的比武选拔 为的是如果妄然获胜 将得到三方的武学帮助 让自己更能抵抗变成御兽 云广林听闻谈谈的猜想后说明 楚帅仪式落幕 将会告知全部隐藏的真相 至此 云广然为自己插上了死亡flag 情报时九 云上却信心满满 决定参加楚帅选拔大会 云广然本来不想参加 经过父亲劝导 也决定参加 三日后新师台上 经过淘汰赛后 云上却 云望然 宇文宏心 三人进入决赛 究竟将会由何人夺得楚帅之位 预知结果 就请静待下集分享 那么以上是本次简易重点情报 在此做快速说明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 拜拜